臺灣警方接到一名連約30歲男子報案 該男子報稱在阿達街近中方街交界 遭兩名責人用牙蜜肩頭之後 被搶走約幾萬元現金及一部手提電話 責人得手後更奪去事主的平置房車絕塵而去 警方接報趕到現場 但和男事主以警車在附近一帶兜截 為未有發現 約11點50分有市民在Facebook一個突發群組上載 有人將一輛平置房車棄置於長沙幻道 近南昌街口一個紅綠燈前 之後逃離 手後警方和事主趕底 證實被棄置車輛為事主的平置房車 警方現正在追緝再屠殺人歸案 輪民電池